最近大陸的媒體發表了一篇文章 形容香港是一個現金奶牛 即是cash cow 然後 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 深圳 猛吸香港錢 他探討香港人北上消費 中國人南下旅遊 對兩地零售服務業的影響 最吸精的當然是把香港人形容為現金奶牛 就說深圳就靠近福田盧口岸的主要商圈 湧現了一批強烈抠實港人口袋的服務業 講穿了 即是香港人已經是深圳 這個地方的衣食父母 現在大陸沒有錢 就靠香港人這班 水魚上到來扶貧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是 講穿了 香港人回到來扶貧 我們重現這個60年代香港人 穿了四條褲 四件衣服 一抽二冷 拿東西上去 接濟大陸那些快餓死的親戚 當然那些跟你們未必有親戚關係 尤其是你去皇室假期幫你打骨的女兒 九成九都沒有親戚關係 除非你 追溯到她一千年之前 五百年之前 他們訪問了一位深圳的按摩技師 戴者 他說 八成的客人都在香港過來的 還開玩笑的說 沒有香港人 我們就沒有飯吃了 結果香港找不到吃 深圳就找到吃 當然也因為深圳 成本便宜一點 租金便宜一點 人工便宜一點 所以深圳還可以 頂得住 而香港就難頂了 大家知道 這個世界不會永遠有 全部都是窮人 也不會全部都是有錢人 一個地方當然是有錢人 當然是窮人 深水埗也是豪宅 也有錢人 也有窮人 究竟 這個 深圳是不是真的靠香港救呢 其實 未必真的 完全靠香港救 不過 香港人 的確 相對於內地來說 他們的底是比較厚的 內地由於發財的時間短 你在深圳也好 一個大城市有1800萬人口的大城市 裡面一定有很多 比較窮的人 而且 因為累積的財富時間 不夠香港那麼久 所以 他的底不夠厚 香港 有很多人 我們知道的 你看到他 尤其是開一間店 一間茶餐廳養起一家人 供書教學 子女就 去到英國 美國讀書 學成歸來 要做醫生律師等等 他們 甚至乎 那間店原來自己自置物業 自己買了幾層樓 每人一層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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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幫他計算家 這些人擁有資產過億的 在香港是比比街市 多到不得了 你看到每間店鋪位都是有業主的 他們不是李嘉誠的 街邊那些店鋪位 你走一條街 每一個店鋪都是有業主的 而那些業主全部不是李嘉誠的富豪的 所以 香港整個社會 民間 其實是很有錢的 當然你說不是 很多窮人 有人住劏房 有人住龍屋 有人住床位 一定是有窮人的 不是說全部有錢 但是 香港也有很多很有錢的人 也有很多中產得來 實際上他已經不是中產了 如果以他的身家計 他絕對在大陸算是富豪來的 不過 他的生活 過著最普通人的生活 他也當自己是基層 你想想 在街市賣菜的 你覺得他是不是基層 不是 Sorry 他絕對不是基層 一個菜檔 一個月賺二、三十萬的以前 現在有沒有 我不知道 但是 你在街市做魚蝦蟹 胡佬金錢雞 賣菜 賣魚賣肉 這些每個月 一個月 執授幾二十萬 是很嚴重的 他們賺很多錢的 你知道嗎 他們不是普通人來的 不過 你覺得 大家都在街坊見面 你光顧開菜檔 賣菜店 可能有五層樓收租 他身家過億 你知道嗎 賣魚賣肉賣菜 賣雜貨 甚至乎在你樓梯底的地產經紀 可能他也有幾層樓收租 過億身家 你又知道嗎 很多這種人 所以相比起香港 因為大陸人 發財的時間短 他們累積財富的時間短 當然也有一批 因為透過 拆遷 樓上升得很厲害的民業 以前有幾層舊樓 很少買幾層舊樓 即是 透過這種民業 累積置富的人在深圳很少 香港就有了 因為香港 由70年代經濟起飛 當時那些人捱 我自己開店舖做生意 我們沒理由租 要買 咬緊牙關 買起店舖 然後自己要住 沒理由跟人交租 被人趕出來 又要咬緊牙關 買樓 當時一成首期就買到樓了 所以 其實九一年之前 香港的物業都是一成首期的 到了九一年之後 政府改 才變成三成首期 所以上車的難很多 以前二上車 其實很多業主 你想想 周圍都是業主 每一間店舖 每一間舖舖 每一間寫字樓都是業主 所以大家要知道 現在我們看到 大陸的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他沒有香港的底子那麼厚 當經濟崩潰起來的時候 很多人沒有積蓄 不夠積蓄 就被迫著餐穩餐吃餐清 尤其是如果買了樓 更慘 每個月 以前要賺兩萬多人一個月 現在只剩一萬元 只剩幾千元 供樓供5元 怎麼供呢 你是要跳樓蹬頸呢 因為燒炭 jeszcze幾個月前 有一個深圳的朋友說給我 只要時間管理得好 她絕對可以一女士四夫 總之一條女可以服侍四個男人 你想想 以前運開三四萬的特軍妹 現在開價五千元 可能沒有 只有你一個客人 因為現在 賺錢太難了 如果沒有香港人上來消費 他們說得沒錯 真的沒有飯吃 不是開玩笑 大家不要以為沒有飯吃 是一種匪夷所思的事 大陸是真的會有人沒有飯吃 真的會餓死的 在去年 有一個 做YouTube的年青人 他當然成績不是很好 一直堅持去做 想著可以博出來 誰知道 最後餓死在家 我聽到這件事會很唏噓 太平城勢 怎麼會有人餓死的 是真的沒有飯吃的 是不是 所以我們看到 深圳 其實完全是靠香港 我的標題我改改 我就不用 沒有香港人沒有飯吃 而是 沒有理就沒有祖國 這個理是什麼 指香港人 如果中國沒有香港 我夠膽說 跟蘇聯一樣爆了煲 因為 香港 是幫助了整個中國的經濟發展 當大陸仍是一窮二白的時候 香港人就上大陸撤草 回大陸 把我們的人才 技術資金 所有適合的東西全部交適 然後還要幫他吸納 這個無限的資金 幫他告訴全世界 中國不是 土匪來的 其實我們香港人很大罪 我們騙了全世界來投資中國 結果 中國人 對香港 是過橋 抽辦 這個國家如果沒有我們香港人 他亡了國很久 因為一定會崩潰的 他不能硬到八九年 他的改革開放沒有可能成功 沒有香港沒有深圳 沒有香港沒有廣東 最嚴重的一句 沒有香港 沒有中國 這個標題 沒有理就沒有祖國 其實是一首歌 是一首北韓的歌 我很熟悉這首歌 大家 將這個標題去搜尋 你就會看到一首北韓的歌 沒有理就沒有祖國 讚揚這個 金正日的歌 90年代的歌 整首歌很澎湃 激情很澎湃 大家聽聽 其實 香港人對於中國那個 影響 很大很大 我是1997年去第一次上海做生意 當時 還沒有興建一間房間的卡拉OK 還有一個大廳的卡拉OK 我的朋友就招呼我們去 一個大廳 人們上台唱歌 其中有一個大陸仔 上台唱 真的愛你 1997年 上海人用廣東話唱真的愛你 全場拍手掌 你想想香港對大陸的影響是多麼大呢 黃壬華也在大陸找錢 為什麼 黃壬華呈在大陸找錢 因為它是八三版 射雕 八三版射雕的 男主角 él baw了 就是他還可以吃那個唐勃 吃郭靖的老本 你就想想香港對大陸的影響 影響是多麼大呢 所以呢 真的 中國 過橋抽辦 利用完香港人 叫做欣張仇報 把香港搞成這樣 是不是 現在香港人上去大陸是真的做扶貧的 沒有了香港人 深圳一半人餓死 不是開玩笑 沒有理就沒有祖國 這個理就是指香港人 這個國家既然對香港人不住 既然要跟香港人攬炒 我們就看著這個國家 跟香港陪葬 這段時間我們先講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我們誠意邀請 經濟許可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做點欣賞 去年 12月我們被通緝以來 Patreon 跌了一半 Youtube 跌了8000人 這個訂閱 但是現在 訂閱上回來了 還反超前了 之前的訂閱 Patreon 跌了一半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求救了 緊急呼籲 經濟能力許可的朋友幫幫忙訂一下Patreon 謝謝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 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安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請用來自行的酒店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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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